车辆检测缺乏真实性 消费者售后维权 看似专业的二手车电商平台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颇多 那么到底该如何规避这些问题呢 消费者通过二手车平台购买车的时候 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我们继续来看 对于不少消费者提到的 检测报告准确性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 2014年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正式实施 其中明确规定 二手车交易必须指定合法的 第三方机构 对二手车鉴定评估 但是落地并不顺利 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是十分理想 最可靠的是引用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但是呢 在执行过程中很多的第一方 就是卖方 它也可以出这样的这个检测报告 另外在发现二手车有问题后 消费者的维权难题 也和平台的销售模式有关 律师认为 二手车电商作为中间平台 不应该成为销售二手车辆的实际经营者 一旦平台成了经营者 在权力义务上都会有变形 律师特别提示消费者 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购买二手车 一定要与真正的售车人 也就是车主签订合同 一定要与这个购车人和售车人双方见面 签署书面的买卖合同 办理交割时呢 对车辆的现状和检测情况呢 要找权威部门再行复检 再办理相关的交割手续 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二手车电商的 二手车成交量为232.7万辆 同比增长50.1% 交易额同比增长33.8% 未来三年 二手车电商交易量 还将保持25%左右 年负荷增速 专家认为 随着二手车市场的迅猛发展 规范检测评估体系 加强监管 势在必行 在电商网的指导下 根据每个行业特点 制定每个行业的 一些具体细则 那就牵涉到一个行业的 监管方和行业协会的责任 它怎么去引导这个行业 怎么去规范这个行业的问题了